去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一名员工日前被停职 原因是他泄露了一则中宣部下发的机密指令 这个指令要求媒体停止报导纪录片穷顶之下 报导称 这名报社行政人员在网上分享了这份禁令的截图 知情人士透露他很可能会被开除 路透社报导 去年因在中国大陆行贿被罚款人民币30亿元的国际制药公司 格兰素史克将以从事不法行为的理由 接雇110名中国大陆员工 大陆一月外汇存款总额增加823亿美元 这是自2009年中共央行开始统计此类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 有外汇分析师认为 这显示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香港第二轮政改咨询7号结束 港府收到超过10万份的理解数 而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师委员会周五发表报告称 香港的高度致自正受到侵蚀 因防对香港的前进方向表达担忧 新唐二太电视整理报道